歡迎大家收看 世界越來越爐 我們剛剛從談到了 這個空中的 這次大陸的解放軍機 運20的出現 讓大家非常的關注 接下來我們從空中 拉到了這個海上 海面上也非常非常的熱鬧 我們看到在美日 所主導的這場 多國聯合軍演剛剛結束 總共為期是10天 在結束之後呢 美國的第七艦隊 當然第七艦隊呢 臺灣人再熟悉不過了 第七艦隊的司令 Thomas他就喊話 他喊什麼話呢 我覺得其實是蠻白話文的 蠻有趣 我覺得這個應該這樣講 來來來 大家都來太平洋 的一個概念 他向各國的航母 向他的盟友 向他的好朋友們喊話 趕快 趕快 你們有航母嗎 趕快過來 來我們這個太平洋 歡迎大家 然後他講一句話很有趣 他說四艘不錯 八艘更好 這個挺好玩的 我得說堂堂一個 第七艦隊的司令 有點像是那種菜市場 畫箱 討價還價 四艦 五艦 六艦 八艦 要不要買什麼 四艘不錯 八艘更好 很有意思 這個時間點就是我剛剛講 在聯合軍演長達10天 剛剛結束之後 他就進行了這樣一個喊話 那為什麼這樣喊話呢 當然它有一個背景 這個背景就是 我們看到五角大廈呢 每年年度就有一個 中國大陸的軍力報告 好 在這個軍力報告裡面呢 就告訴大家 目前大陸已經成為 全球最大的海軍 它光是軍艦前艦 加起來總共是355艘 那麼美國的現役軍艦呢 目前是296艘 英國呢69艘 俄羅斯是295艘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呢 這個美國充分認知 在海面上要制霸的話 靠自己不可能 都要靠朋友拉幫結派 大家共同一塊 主要的是 美國是侵略性的國家 因為它這個國家 太喜歡侵略了 我覺得這個 跟美國的建國有關 他們當初這個 英國人到美國去的時候 就是侵略 就是殖民 那本來殖民的時候 你就是在東部 這個13個州 13個州獨立了以後 他們本身就往西部侵略 所以原住民遭到 很嚴重的殺害 原住民被趕了趕 被殺的殺 然後被童話的童話 而且是強制性的 產無人道的童話 那美國人這樣的一個 童話完了以後還不滿足 所以他就寄遇這個墨西哥 墨西哥的領土 因此就把這個新墨西哥 加州 德州等 又把它併吞了 所以美國它本身 就是一個侵略型的國家 那它的陸地都侵略完了 怎麼辦 它就往海上侵略 海上侵略的時候呢 它就看到它就是 一邊是大西洋 一邊是太平洋 所以它大西洋也侵略 太平洋也侵略 它兩邊都侵略 兩邊都侵略的時候 過去美國太富有了 然後前蘇聯 這個不夠富有 所以在經過30年的較量以後 前蘇聯崩潔了 崩潔了以後 美國就成為全世界獨霸了 所以兩大洋 都是美國人在控制 但是到今天 因為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四十年 美國突然間一覺醒來 發現中國大陸的造舰能力 怎麼會比它還強 而且強好幾倍 現在的情況是已經出現了 中國的海軍 還是弱於美國的海軍 但是中國的新式戰艦的數量 超過美國的同等級的 現有的戰艦的數量 那美國現在贏什麼呢 贏的是航母 可是美國輸在哪裡呢 美國輸在 它因為太侵略性了 所以它把它的海軍 空軍的兵力 同時還是要部署在全世界 這樣子的話 它的兵力就分散了 但是中國大陸都是 全部都集中在東海跟南海 對 您想一想 大陸的新式的艦隊 跟美國一樣甚至更多 我講同等量級的 航母是少 但是新式的同等量級的艦隊 多的情形像 中國大陸集中在太平洋 美國卻必須要分兵 太平洋 大西洋 還有地中海 那你想 對美國人來講 在太平洋它就不具有優勢了 那它現在在太平洋 唯一擁有優勢的只剩下航母 而不是各類型的導彈驅逐艦 對 但你講到航母 我們看到在這個 第七艦隊 斯維尼·湯瑪斯的喊話當中 他也特別提到 為什麼他這樣憂心忡忡 要向他的盟國去喊話呢 因為他說在2022年 其實就是明年了 是的 明年大陸就會擁有 第三艘的航母 它預估時間是二月左右 二月大概就三個月後 這麼快 那擁有第三艘航母之後 它在預估三到六個月就可以下水 而且這艘大陸的新航母 它認為可以跟美國的 超級航母來批敵 跟前面兩艘來講 又是一個進階款 那這個部分我想是 它憂心忡忡的原因之一 那今天還有另外一個訊息 我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大陸智庫曝光了一個消息 美國的8A的反潛機 比較罕見的 從南向北去穿越了台海 當然這個台海向來很敏感 所以大陸智庫曝光了這個消息 那曝光這個消息之後 沒多久就看到另一頭 美國的一位潛艦專家薩頓 他在他的推特上 也曝光了另外一個消息是什麼呢 這是大陸的洞九四的核潛艦 輔航通過了台海 這也很特別 因為潛艦應該都在水下嘛 它為什麼會採取一個 輔航的方式通過台海 這個部分立刻引起了關注 當然我們第一個來看 它雙方是有叫板的意味嗎 先是大陸智庫公佈這個消息 然後美國這個專家 又公佈了這個消息 雙方這個時機點也好 互相透露這個訊息意味著什麼 還有大家最關注的 明明是潛艦 為什麼要用輔航的方式呢 這個我還是從歷史上來講 過去啊 您記不記得九六年的危機 九六年的時候 美國的航母有兩艘 那時候是克林頓的時代 那兩艘航母要抵近臺灣 要抵近臺灣的時候 它是從太平洋這邊過來 因為它在第七艦隊裡面 就有一艘航母 所以它另外一艘航母 是增援過來的 那增援過來是從第五艦隊 也就是從它的本土那邊 從加州 聖地亞國 那個地方支援一艘航母 要進入臺灣 結果你知道嗎 它穿越了夏威夷島 一直往臺灣走的時候 那在走到一半的時候 中國大陸有一艘潛艦 就浮上來了 在這個航母的前面 浮上來 而美國完全不知道 直到看到中國的潛艦 浮上來了以後 美國嚇到了 那嚇到了代表什麼意味 也就是說 其實你早就被 中國大陸的潛艦鎖定住了 那你已經應該已經被摧毀了 美國後來就撤回去了 美國本來兩艘航母要進來 美國後來就把兩艘航母往外撤 就撤得更遠 這個代表 當這個潛艦本身 都沒有任何故障 而它自己浮上來的時候 就代表你沒有抓到它 它告訴你 我在這裡 這個就是一種高級技術 但這次我看到有專家揣測 說是不是跟美國之前的 康乃迪克號有關 康乃迪克號大家還記得嗎 說是在海裡面撞到了 不明教室 但是大家還在猜 到底會撞到什麼東西 眾說紛紜 美國沒有證實 那現在這個潛艦 大陸的這艘潛艦 浮航通過呢 就有專家說是不是浮航 它遇到了一些沒有辦法維修 或是沒有辦法克服的一些障礙 只好用浮航的方式 北返去進行維修 然後這個聯想力秀一下 就噴到了這個康乃迪克 在海裡面撞到什麼 難道是撞到這艘潛艦嗎 這個可能性不大了 因為時間隔太久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中國大陸 不可能說這艘潛艦出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 因為在南海這個地方 有中國大陸的 龐大的潛艦基地 所以大陸基本上來講 是可以在南海這個地方 進行維修 它不會說浮航的時候 因為它有故障 然後穿越你台灣海峽 這個是不可能的事情 想像力太豐富了 但是美國的那一艘潛艦 是明顯的撞到了 對 康乃迪克 所以它必須要浮航 所以我才會說 有時候潛艦的浮航 是提醒你 說你已經被我鎖定了 我告訴你 我在這裡 有的時候是 康乃迪克號是不得不 很丟臉的 而且是低級錯誤的 目前美國證實了 是撞到山 因為我當時判斷 它應該是撞到山 真的嗎 很多人懷疑 那個時候我的判斷是撞到山 原因在哪裡呢 你說美國的這個說法 不是 因為它是這樣子 這個代表有反映出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美國對於水文資料的掌握 已經出問題了 一般來講 航母它通常在海底下 航行的時候 它依靠的就是 非常好的水文資料 所以我們的科學調查船 情報船 它要不斷地去收集 因為我們的地震 每一次的地震 可能有些地方會濃起來 因為地震就是擠壓 擠壓的時候 有些地方濃起來 有時候水底的火山爆發 它也會改變地形 就是地震 板塊移動 火山爆發都會改變地形 然後有的時候是 人工大建築物 放進去的時候也會改變 還有一個部分裡面就是說 所以當它地形改變的時候 你沒有再去做重新測量 那你本來以為說 這個地方是安全的 結果它已經隆起一塊地方 這有可能發生 另外一個可能的事情是什麼呢 另外一個可能的事情就是說 你在底下走 你怕被發現的時候 所以你改用最低頻的聲浪 那因此然後再加上 如果這個聲浪兵跟聲浪官 然後訓練機率不好 然後在那邊聊天 然後滑手機 然後打盾 然後結果沒有去好好的 偵測的對方 或者是要不就是怕被對方 例如說被大陸 徵收到你這個潛艦在哪裡 所以你關掉了很多的聲浪 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你用最低功能的聲浪 在進行靜音航行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對於水文資料的 掌握的敏感度就要更高 而如果這個士兵 或是這個聲浪官 本身的訓練不好 或者是他們本身代副指手 或者是艦長副艦長 驟戰官他們本身代副指手 所以你看這次拔掉三個人 那也就是他們本身 很明顯的就是訓練不好 然後造成了這麼嚴重的 一個後果 因為它的一個撞擊 就是我們當時判斷 應該不是人工劍入 然後所以那是人類間 航海兵潛艦兵 最低級的錯誤 美國人的顏面盡絲 好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海面下很熱鬧 不只是航母 潛艦 那麼路透最近也有篇報導 在臺灣引發了高度關注 說有七個國家 在暗中幫助臺灣造潛艦 這是蔡英文的一大心願 希望臺灣自己的潛艦 臺灣自己來建造 所以我們看到就風風光光 蔡英文也去主持了 很多很多的軍方的典禮等等 那麼路透的細節報導 還包括就是說 事實上臺灣關於潛艦的 關鍵技術都已經到手了 是由美國在主導 那麼時間點大概會落在 2025年 那麼第一艘就是一艘裁電款 那麼美國的台商會長 也證實說 臺灣正在向全國招募人才 還有一些細節 包括我們現在臺灣 據說已經聘到了 來自五個國家的工程師 我們的防務部長邱國正 在立法院的時候 接受備詢 他也說沒錯 目前挑戰都已經排除 那這個部分 我想請賴老師進一步評估 當然現在的潛艦 跟過去的潛艦不一樣了 以前的潛艦為了隱蔽 它單獨到這個海底下之後 基本上是處在一個 單獨作戰的一個狀態 但現在不一樣 現在它必須要納入一個 作戰的系統 現在可以透過各方面的 聯繫等等 它必須跟其他的單位做對接 但是臺灣呢 現在是多國聯合協助 當然從好的方面來講 我們吸收各家所償 但是有些專家說 其實這也是缺點 到時候你怎麼整合呢 美國要當老大 英國也想當老大 這個彼此之間的技術等等 你臺灣要聽誰的 那中間還有龐大的一些 金額利益問題擺不平 這是我們最大的惡夢 當初臺灣蔡英文說 要照潛艦的時候 其實我大聲疾呼 說你的人才在哪裡 我說你這個領導人 真的是一個不合格的領導人 當初蔣經國 他們決定要照IDF的時候 孫應璇蔣經國他們 用多少的時間 將近十年 培養大量的空軍的科技人才 那時候不只是空軍官校的 還有成功大學的航空系 這個清華大學的 交通大學的 本身由政府用公費 把他們送到美國 去讀博士碩士 這樣子一直讀回來 然後他們在航法中心 開始在做研究 花了多少錢 花了多少光陰 然後去摸索了解 掌握造飛機的技能 IDF才是這樣問世 那我們的引擎 當然是買現成的 這個是很多國家都是這樣做 美國的引擎 也是向英國人購買 所以那個沒有問題 但是重點就在於 我們的整個飛機的結構 是我們的工程師 是一體化的 大家討論設計規劃出來的 我們最怕的就是拼湊 就是多國聯軍 這個簡直是科技界的 最大的惡夢 為什麼呢 因為並不是說有一個 他是最強的人 他剛開始要去研發 一個產品的時候 我把這個國際隊伍組合進來 但是我們是共同的 在研發這個產品 他不是 他是每一個人 都是退休的軍官 或者是工程師 對 沒錯 我們看到 幫台灣招募人才的這位 主要是誰呢 主要是英國的一位 退役的準將賣個幾歲 所以五十幾歲了 對 五六十歲的人了 五六十歲的人 然後再召集的 就是像印度的 韓國的 西班牙的 這些工程師 你想這些人 都是退役的軍官 或是退役的工程師 然後他們每一個人的系統 都不一樣 像印度的 都是一種事業第二春的概念 對 然後印度的系統 是私承自全蘇聯 他是用蘇聯的潛艦的概念 然後你韓國的系統 是從美國這邊過來 可是美國沒有柴油動力潛艦 當然這個我們看到 另外一個新聞說 韓國清瓦台否認 說沒有暗示台灣造潛艦 當然這是官方 但如果退役的話 他可能就管不了 但我覺得賴老師 這個很有意思啊 之前不是民進黨在罵說 台灣的核四是拼裝車嗎 那我們這個潛艦是不是拼得更厲害 七國 而且他這個很危險 你知道嗎 為什麼 第一個潛艦用的是特殊鋼 台灣的中鋼練不出來 中鋼你如果練出來 你要告訴我 我們當時我就懷疑你 練不出這種特殊鋼 因為這種特殊鋼 沒有幾個國家能做出來 第二個 鍛造技術 潛艦的鍛造技術非同尋常 你的鍛造技術能承受多少水壓 能夠到潛到多少 一百五嗎 兩百嗎 還是能夠到三百呢 一般我們估計 根本可能潛不了兩百五 這第二個 鍛造技術沒有 那他說有 但是問題就在於 多深的鍛造技術 澳大利亞這次為什麼會跟 法國當初要跟法國是日本 買這個尤里吉的潛艦 就是因為它的鍛造技術 在美國英國的支持下 都做不出來 結果它的澳大利亞自製的潛艦 潛到水裡面 深一點的時候就開始被擠壓 就開始會變形 所以他們趕快又要浮上來 他們的灶門 已經花了一千多億美元 那這個錢都打水漂 所以他們後來要從英國那邊來做 就是因為鍛造技術沒有 台船怎麼有這麼強大的 鍛造技術 其實我是高度懷疑 如果你鍛造技術不夠的話 你如果淺 淺得很淺 那你根本容易被發現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每一個系統 都沒有我們自己國家海軍 培養的這些科技人才 都沒有 都從各國這樣拼湊 而且都是退休的人 你覺得他們本身 每一個人受的教育跟訓練 跟邏輯都不一樣 怎麼去拼湊這一個潛艦 然後這個潛艦 還要我們台灣的海軍的官兵 進入裡面去服役 更不要說這裡面 牽涉到太多的利益 我覺得這個大家到時候 這麼大的利益 所以能不能夠把台灣的 安全放在前面 這很讓人懷疑 目前的計畫是 160億美元打造8艘 那確定戰鬥系統跟聲納 是以美國為主 那人才的招募呢 是我剛剛所講的 英國這位退役准將 所以這個過程 是不是民進黨搞出了一艘 自己最忌諱的拼裝車 拼裝前線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 一些々的拼裝 都是這個 那這段有這套 到來 來 叫做有什麼 做有什麼 叫做有什麼 叫做有什麼